如果我们看回整个资源类的成分股当中 最强势的10只股份 其实就明显见到一个一级级分类 前面好像是钢西铜等等的基本金属行先 中间就去到铝钢 最后才去到金矿股 如果我们看铝财的钢材 是否真的会接力基本金属的升势呢? 今天好像是安钢升到一成 马钢也升到6% 就算我们看成分股以外的重庆钢铁 也升到3成这么多 金那边相对相关股有落后一点 金价其实就没什么表现 但比如我们刚才提过的紫金 它近期就说有个收入加拿大的铜矿 股价就成功跑出是比较例外的例子 但比如你现在就升到4% 但比如我们看一些金矿股 其实今天有少少都跟了上来的升势 但是比如看回真是炒局基本金属的话 这些金矿股的根性其实是否不是太合理呢? 没错 因为说这一排的钱就考一个经济复苏 一个再通胀的概念 普遍就是说工业用的金属会相对受惠程度大一点 因为本身铜、铝、钢这些都是会直接 因为经济的生产活动提升、加速 令到它们的消耗量会高了 那个存货都会维持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才令到工业金属的价可以急升上来 但是你说黄金方面又是另一个估计来的 因为很多时候当经济好的时候 那些钱就会追逐一些回报比较高 或者收益比较高的资产 反而金这种叫做没有任何利息回报的资产方面 就未必说会那么受惠 而且也要留意美金方面 会不会也有回升 当美金也涨的话 通常黄金价格会走得比较弱一点 这方面对于传统的金矿股来说 也可能会有少少影响 我们看到一种原材料指数成分股以外的股份 但是在今天港股的升幅中的股份 就是找到一种营起的资源股 就是新疆新疆矿业 公布了一个营起的预料 去年全年营起1.8亿人民币 按年大增超过6倍 主要是受惠期内电解链价格上升 但中有条数 因为数价还回撥有1.6亿万 上个营起似乎好像有点水分 而且这种股份平时的股价也挺低迷 长期低迷 今天是否纯粹乘上个资源股的顺风车 还是反过来想 如果真是看电池的因素的话 跟电池和电动车有关联系 所以股价今天真的捱出头来呢? 是的 其实这种股份都有点炒电动车 或者动力电池的概念 都属于一些传统原材料方面的一些相关股份 所以我同意的 如果你说只看近期同价旅价升 就不是说会可以受惠到这一间新银行业 但如果你说大家都是期望 接下来的电动车的产量进一步是提升 对于动力电池的需求都会增加的时候 那电池的价格我觉得都应该不差对比 还有如果你做回一个对比 近期其实都看到那个估价 同样都是做一些电池的原材料 一样是升得很厉害的 所以如果你说接下来电池价格方面继续上扬的 新疆新银抗业 可能之前大家都比较忽略的 会有空间追回一些落后 那么多过会才会帮我 或者不期遇到那边 微信关注 是最后我有关注的 一会之一 提升的